自从做了投篮解析这个系列 跟很多人都产生了分歧 我的观点跟当下流行的趋势 有一些出入 其中有一个概念 互联网时代先入为主 比如一段二段是一个比较好的分割线 但是对于咱们学习来说 意义很大吗 之后又出现了1.5 后面有没有可能出现2.5 1.3 投篮这个事的本质 重点应该在于发地逻辑上 在我看来汉语的词汇是非常牛的 我一般分为四种 颠头 跳头 举头 推头 这四种 一段投篮也是最常说的推射 库里特雷扬这种 然后我就看到 让我比较匪夷所思的一个观点 就是男推女推都出来了 这个性别歧视这么严重吗 你说女生力量不太足 这个没有问题 她可以不选择跳头举头这种 我不太去想 也不想知道这是谁带出来的观点 以后是不是还得出现女运球 男运球 女上篮男上篮 这样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好的技术好的逻辑都是通用的 如果又要说男女之间差别在哪 一个是力量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身高差距 如果力量基础差不多一致 一个1米5的男生和一个1米9的女生去推头 很明显1米9的姿势幅度会小一些 1米5他需要更多向前的力 手臂肯定会更多的前身 这样才能投到远童 如果咱们之间产生了分歧 我想请你先明白一个概念 咱们得聊的是一个事 我的观点侧重于一整套的实战图乱逻辑 如果你只是想自己投投 民众力提高就好 前面没什么人防守 投到空位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玩投篮机 开心准就好 我其实想过都是谁看这类视频呢 我总结了三类 一种就是我想不断的进步 实战中变得更厉害 从而打更高级别 去砍更多分 去有更多发挥这种 另外一种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投投篮 我姿势还想变好一点 变准一点 在家门口比较厉害 这就够了 这两种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第三种就是篮球小白 我想学篮球 我也不清楚我以后的发展方向 在这里我就必须 我有责任去把这些客观 这些逻辑去告诉你 因为投篮这个东西 不是很容易就上手 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 而是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 你得有一个比较长线的整理 而不是说单纯像体育中考那样 我过线了 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篮球这个东西不是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时候又看后续 当然老将退役可以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你如果比较年轻 你就要从全局出发 NBA和CBA都看的朋友肯定知道 CBA他练的也不少 很多空位 如果真抓同水平的NBA球员和CBA球员 让他比定点偷篮 不一定谁输 也不一定谁赢 差不了多少 但是如果站到实战场上 很多CBA球员他很难去持球发起进攻 而且到了更高级别更高对抗的世界赛上 他会更难受 篮球启蒙很重要 投篮启蒙更重要 如果这个启蒙以偏败拳了 你选择一个不适合你的方向 将对一个人整个篮球生涯产生影响 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犯罪 我很明确的跟大家说 我可以说一些好话 说你们喜欢听的 想要听的 而且有很多方法让你短期感觉到进步 再之后 简简单单卖一些投篮课 卖一些智商税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没有价值 又想来一个大开眼界的观点 你只剪剪训练视频 然后就出教学了 你们可以看我的视频封面 我上面写的是第一部分 这属于前篇 未来如果有机会 版权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 我却有能力做一些更深度的内容 比如球员的投篮点 战术地位 这个交给时间 而且学投篮 怎么可能一上来 就从实战视频去学呢 你打游戏还有新手教程了 如果你一上来 去跟那些课金大佬 带链嘛 你去PK 你试试 有没有游戏体验 你可能直接都退游了呀 比赛视频 球员们在防守下 可能都躺地上了 这你去学吗 没法学呀 所以他们的训练视频和基本功 才是更值得咱们学习 至少它是第一步 如果你想当一名宇航员 你得先做地面的各种模拟 你如果直接上太空了 可能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成太空垃圾了呀 在做德文布克那期的时候 有人说 德文布克中距离日跳投 三分是跌头 是不是有些人觉得我特傻 这个分不清楚呀 比赛中布克的三分和两分 的确有很大的技术差别 在NBA这个级别的学员 他上支力量都非常强 投两分 不管是跌头 跳投都迂取于求 在我认知中建立的投篮参考系 我觉得用三分线来划分他们的投篮姿势 会更合理 更有参考价值 像贾马尔 克劳福德 雷亚伦 都是属于纯跳投 你用德文布克跟这俩人比 那可不就是跌头吗 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很多判断依据 他如果举的高一点 偏跳投多一些 如果他举的低一些 偏跌头 还有就是身高不同 他呈现出来的投篮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小个球员 他投篮惯性就比较大 他会往前冲的更多一点 我总觉得这四类投篮 跌头覆盖的范围最广 而且可以说是包含这几种投篮 所有球星在赛前热身 基本都属于跌头 推头 举头 跳头 都可以说是比较小众了 这三类你在联盟中去找占比能有多少 绝大部分还是跌头 还有个学投篮误区 就是用先义球员 他已经打了十几年的投篮姿势 你去学 我觉得更有参考价值是 他在高中在大学时期的投篮动作 他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他是随着力量体型不断变化 投篮动作会有微调的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 我说准了你可以站出来扣个一 我能不能三分用第二头 两分用跳头 在此我想说一个事 我用我的观点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抛头和上篮吧 抛头你要要分也要一段抛头和二段抛头 上篮也要一段和二段 如果你是第一手挑篮 那就是一段上篮 如果你拉杆 那就是二段上篮 你不能这么去分啊 它是不同的技术动作 你们看到极锦中全能跳头 更多是极钉跳头这项技术 这么说严简易改一点 咱们需要把二分三分咱们正常投篮姿势都做准了 再去加入极钉跳头这个技能包 再去练准了 丰富武器库 而不是去想怎么来回之间切换 我整理的这套参考系 是我觉得更好理解的 更好吸收的 你们可以把一段二段的概念理解为麦当劳 我这套参考系可以理解为筋骨门 它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筋骨门这名字可能是更为准确的 该说的就说到这 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陌生妹子 第一想法应该是对她负责 点不点赞的坚持到什么程度就看大伙了 拜拜 在下期见